好啦 今天 呵呵 要開場一下 我現在在龍岡 龍岡 等一下我們 等一下我要去 等等我要去 一個地方 就是 龍岡 蠻有名的一個市場 叫 叫 工貞市場 不知道很多外勞啊 還是那個 有一些 YouTuber 他們也有去 那個地方 那我今天是因為 在地人 她不是媽媽 剛結婚 這餐太大聲了啦 這餐 這餐叫真的太大了 好啦 在地的那個 在地人 雨青 雨青 好大家可以去看 前面幾個 參加她婚禮 是我那個妹妹 啊 欸 對 她不是要去屏東嗎 對 怎麼會來 她又說 東西沒整理完 她又跑回來了 所以今天 我就趁這個空檔 對 跟她 叫她出來 大概就是半天的時間啦 還有我跑幾個行程 你知道嗎 對啊 然後 現在我要去找趕 那 這啊 是有一點 小遠 因為她叫我自己在 一個 在地人才會知道的 食車場 不用錢 其實 我發現 這裡的人都停路邊 你看 每個都停路邊 遺食 好啦 停停燈場比較安全 這個停燈場是不用錢的 所以 就是這裡 這裡 就是路邊 好啦 她說 在第一個紅綠燈 右轉進去 右轉進去 這裡有一個小試機啊 所以從這裡去嗎 不是吧 我到了 她家到了 因為她是紅很多嗎 嗯 你要去介紹什麼 你介紹喔 你介紹喔 其實 我第一次進來 喔真的喔 我這邊是中正市場 嗯 對 就是 這地方呢 其實 買東西價格沒有可以 嗯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大的市場 對 對 然後 陸近鄰居蠻喜歡廣東 然後 假日觀光客也蠻喜歡來的 觀光客 為什麼觀光客想要來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傳統市場 對 從這邊 中立這邊傳統市場 其實文化非常特別 嗯 這個地方就是 當初 昨天我們特地來台灣的時候 軍隊是從雲南來的 顛簿這邊來的 所以其實這邊有幫助說 顛簿料理 顛簿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有 清真室 嗯 所以其實有一些 回教的人 對 對 那就做了一些回服料理 嗯 所以這個滷肉飯呢 不用豬肉 哈哈 用雞肉 用雞肉 可是他們不是喜歡吃牛肉 哦 對 也喜歡 可是它不能吃豬肉啊 對對對 如果他們會 會 不限 對 就是 豬肉不能出現在他們的室內 對 所以 包餃子的塊 哈哈 用雞肉 雞肉 哇 超級大啦 可是 這個市場是散開來的嗎 就是有東西 沒有 這樣子 這樣子 好像士林夜市耶 哈哈哈 我這樣講 對嘛 清容得很對 裡面 鐵皮屋裡面都有商家 然後走出去的巷子就可以看到 在上面 然後就看著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市場 然後你看像我們早上 有麵啊 有麵都可以吃 哇 還有梨子水耶 哈哈 好啦 算 下次我們去 這邊去看一下 掛看這邊 這邊有吃的就對了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龍蠟人非常喜歡的蜂蝦 這不講比較你知道的 就是在地人才知道 因為網友都會去大爹上面吃 在你看到蝦筍也很蝦筍 那可是為什麼叫大鬍子 因為他們老闆就是留了一個大鬍子 然後常常坐在樓口 他們的米肝貼的非常有特徵 因為我們米肝一般都是加肉加蛋加豬肝 那他們呢就是加蛋 就不管你是夾蛋 然後是大跟不大 很好吃 早期還可以買菜 然後讓他幫你燙 是喔代客料理喔 可以喔可是現在聽說沒有東西 結束了 有雞蛋出了嗎 我看到有雞蛋 對 我們在這裡吃喔 我們在這裡吃喔 代替人最 就是推這一家 你看也沒有招牌啊 重點是沒有觀光客 沒有 吃現在沒有 因為今天是禮物 然後如果是假日 還會排出來 對 對 你知道這邊喔 只要是麵 之類的都很厲害 這邊喔 對啊 對不對 餅啊 餐子啊 小餐子的麵都超級好吃 對啊都台北 那個名店很厲害的有沒有 我都覺得 這裡隨便都買你吃到 我一定要買 你有種 你來這裡開看看 真的啊 一直站船 對啊 一直站去啊 因為我昨天去一個酒吧吃一個 煎餃杯子好吃 酒吧吃煎餃 日式酒吧 不是 還是酒吧 客室酒吧 客室 他那個老闆 他媽媽 自己破種 炸 炸種 然後種酸菜 自己種酸菜 自己醃酸菜 自己醃酸菜 自己切酸菜 自己包水餃 自己煎 煎餃 哇 對 所以他 好 好 這間菜 就是這個 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做這個可以做一下 因為這個香料都是我們沒有 我們不會用到的 這是什麼香醇嗎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香蕉的花 好 還是拿來用餃味 不知道 然後這個是香蕉的鹽 對 對 然後這個 蘑菇 蘑菇 什麼香醇吧 效果吧 對 好甜 對啊 然後你看他們賣的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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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茄子 這是小一點 還會再大一點點 嗯 對啊 很好 這樣 這樣畫 這樣畫 老闆娘我可以問你 這一顆是什麼 這是金 這是會刮嗎 木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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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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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到底 在底下有個東西 對不對 對啊 蘿蔔的羹嗎 老闆你吃什麼啊 這個肥菜館 肥菜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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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走吧 我們來去 這個 你有看過一個電影嗎 剛來的最愛人嗎 有一個頂子在這裡 有一個頂子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家店 走 來 來這裡 來 就這家店 然後老闆 上去金鍋 然後就給老闆 就給老闆吃 太便宜了耶 然後老闆就很高興 就這家店 這家 對 好 這個小廚 對 你要演一下嗎 我可以菜一點 不要這樣 哈哈哈哈 我自己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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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走到哪邊 嗯 剛剛有一個回族料理 超級好吃的 因為他今天沒有拍 對 很腰 哈哈哈 腰內肉很痛 然後 這個面線變成 對 八卦 是喔 很不錯 反正就是很多間啊 在地人才知道的八卦 喔 然後我們搞時候 你現在也常吃啊 可是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很奇怪的 喔 這邊 所以吃個巷子很好 他很奇怪 就是 我每次在外地本來吃 外地人都覺得 太好 可是本地人都覺得 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大廚店 還是 還是假的 他是你吃過好吃的 你也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好 屬於屬於好吃的啊 嗯 對 那麗麗那邊也有一家更好吃的 這妳剛剛前面講哪一間餐廳嗎 對 他還沒看 他11點哪一餐 是嗎 片子 放一下是滿不錯的 對啊 這邊 前面呢 以前是我們幼稚園 嗯 對 然後 然後 我們班就在這邊 所以這 這一區是幼稚園 整個幼稚園 然後改的 整個就是幼稚園 然後 你可能走到前面 你可以看到那個幼稚園的 牆壁 有沒有 小朋友看到他洗手 喔 這個面 對 哇還有這個耶 這很久了 那這叫什麼 隨時 對 以前我們龍岡這邊 四處是隨時 到處都是隨時 對 應該是好幾戶 然後就會有一個 對 像我們家 我們家是國宅 對 兩戶一個瓶 所以昨天這就是你嗎 是 好好看 竟然捨盡球員 沒有啦 有這個 如果我家附近有這個 我跟你講 我們應該兩三天 就來這裡摸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吃完 然後我們就一路走回去前車 好 然後看清過什麼 就什麼 好 好 好 阿椒米 這樣 阿對 其實我們拿 阿西豆粉 那個西豆粉 這個豌豆粉 左邊的第一盤叫豌豆粉 豌豆粉跟西豆粉跟炸豆粉 對 豌豆粉是用豌豆做的 啊我知道 那個 他就是豌豆 很奇怪喔 他豌豆加水 然後去打 去國際打 打完之後呢 好像廁所不知道哪一層 嗯 然後就會凝固成這個豌豆粉 然後呢 沒有讓它完全凝固的時候 叫豌豆粉 然後炸的叫豌豆粉 每一個都吃豌豆 你要吃嗎 要吃就吃嗎 對啊 包包 那就 就來一份對不對 就來一份啊 你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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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豆粉是嗎 好 好 好 我們就 就豆粉吃點我們 我們去吃一下 好 然後你把它上面 比乾淀上面都會掛一點 去包一包的那個東西 這是豬 這是豬皮 這是豬皮 對 我們吃麻辣鍋的 那個 豆皮 油條 哦油條 對 然後它會吸湯汁 就是有點脆脆的 脆脆也常常吃的 拍好了嗎 拍好了 把它攪吧 這家螺絲 是美食的 我覺得 很愛 然後有些人會在裡面加 米乾或是米線 嗯 就是 用 把它把它當 就是當米乾湯這樣子 嗯 然後裡面會再加仔細 哇 對 你加米線或是巴巴斯 然後這好吃呢 這好吃呢 這好吃在 和香料 嗯 它其實裡面加的超多香料 哦 這豌豆本來也一樣也是 就是要 它是像是果凍狀的這樣子嘛 嗯 然後 然後所以我們 就是不會把它弄 盡量不要弄碎它 可是要泡到 泡到裡面 泡到汁 對對對 那泡到湯之後 比較入味 入味的就超級好吃 對 要不然其實很多人 會來這邊說 欸這個東西怎麼沒有味道 它本來就是玩豆腐 沒有味道啊 哦 對 好吃就是在自己的 在那個醬汁 在那個醬汁 對 所以就是要把它稍微 糊溶一下 然後 然後讓它沾到醬汁 然後泡一下香 要不然就是你要拿一個湯匙 在吃的時候 就要 辣一點這樣子 嗯 沉著 然後一起放到嘴巴那邊 然後 這個炸豆粉 就要趁熱吃 它 外面脆脆的 裡面軟軟 嗯 熱熱 超級好吃 吃 哈哈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好吃欸 是不是 烤特皮 欸 可能 看起來很像果然 很濃稠 從上面看起來 可能沒有那麼 美味 嗯 超口感喔 好 醜醜的 然後 裡面又有一些絲麻 有一些花生 嗯 然後有一些 酥油啊 之類的東西 嗯 然後這些東西 脆脆的 放在 放在 放在這個 醜醜的東西裡面 然後又香香的 嗯 這是什麼 蒜麻 蒜酥麻雞的東西 超級好吃 還有麻油香 對對對 嗯 嗯 滿油 鑽 就有些東西 摘成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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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